英国首相约翰逊对喀布尔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表示谴责 他表示英国会将撤离行动坚持到最后一刻 但过了最后期限将不得不由塔利班来决定 约翰逊表示 清国集团将会动用一切政治 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影响力 鼓励新的塔利班当局这样做 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认 阿富汗局势已严重恶化 马克龙表示 目前法国驻阿富汗大使 外交人员 特种部队人员 以及部分法国公民已抵达机场 等待离开阿富汗 德国国防部当天确认 没有德国士兵在袭击中受伤 最后一架德国的撤离班机 已将所有的德国士兵和外交人员带离了喀布尔 德国外长马斯随后宣布 协助撤离的军事行动提前结束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承诺 会继续向塔利班施压 撤离更多平民 8月份以来 加拿大已出动17架飞机 从阿富汗撤离超过3700人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加拿大平民X